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狼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49集 你说我去勾引魏冤如何 兄长已是罕见的人杰 没想到这个弟弟 牙尖嘴利 才华也不错 陪满西楼送走许新年后 坐在院子里喝茶 半个时辰里 他说的每一个典故 对方都能接上 谈历史谈经义 那许新年妙语连珠 聊到大凤和北上神族的旧院时 他还会口吐芬芳话中带刺冷嘲热讽 黄仙儿坐在石凳上 故意摆了一个撩人的坐姿 把周围的义族勾得魂不守舍 闻言娇哼道 一个不解风情的臭书声而已 他途中不断暗示 不断勾引 谁知那臭书声视而不见 真是抛媚言给了瞎子看了 黄仙儿吃着石桌上的干果和肉脯 他问道 明日进宫去见人族皇帝 有什么打算 若是没把握在短期内搬回旧兵 记得早点通知我 裴满西楼打发走院子里的一族 含着笑 你带如何应顿 黄仙儿打着哈欠 姿态慵懒妩媚 那我就不回北方了 在京城跳个当大官的 做人家的小气 不比回北方受罚更好吗 也不怕责任报复 对吧 京城有监政府 看怎么神族 没人敢来 裴满西楼笑了笑 要让大凤出兵相助我神族 割让利益在所难免 我等前来的意义 无非就是讨价还价四个字 神族有求于大凤 失了先机 要想让彼此对得 咱们就得先打击他们的锐气 傲气 他们敬你三分 才能在谈判桌上退让三分 当然 还得需要你们胡不 在谈判桌之外出力 酒色财三毒舟 色字当头 树童少年玄音 找到插画的机会冷横 人族卑微如蝼蚁 上古时代 是我们神魔先祖 圈养的生血石 即使神魔时代结束的而今 人族平民依旧是食物 他知道使团这次来 大凤是求援 但他依旧看不起 个体弱小的人族 裴满西楼看了他一眼 眯着眼笑了起来 这些话 私底下说说便是 你若敢在外套口无遮拦 我剥了你的皮 我知道 我不是等一族走了才说吗 裴满西楼 从本次携带的供品里 取出一只小箱子 他小心翼翼 郑重其事地打开箱子 里面摆着一本本书籍 这些书都有共同的名字 北斋大典 北斋是我的书屋 我自幼好读书 不求甚解 只会死即硬背 后来随族人南下 劫略人族读书人 前三年听他们讲学 中三年与他们论道 后三年 北京能劫略到的读书人 学问再无人能及我 那年我十八岁 为南下求学 不惜把头发染黑 二十岁那年 我突然萌生了 著书的念头 在中原求学十年 把自身所学编著成书 修修改改 那时候 还没想给书起什么名字 直到我返回部落 回到北斋书屋 突然就明白 它该叫什么了 而后六年里 我欧心沥血 北斋大帝 终于问世 此书卷制浩凡 共三百零八卷 囊括了 誓 农 工 商 史 天文 地理 大凤不是说 我妖蛮无史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他们还没看到 北斋大典 大凤的史官 若是看到这本书 必定欣喜若狂 当然 我这一生最得意的 还是兵书 大凤的兵书 我几乎都看过 前人之作不谈 当时 真正拿得出手的兵书 是白鹿书院大儒 张慎所著的兵法六书 所说不错 但 过于注重修行者 在战争中的作用 忽略了寻常士族 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倘若把修行者剔除出去 只剩普通士族 那他的兵法六书 就是狗屁不通 黄霞儿听得昏昏欲睡 听到兵法 终于来了点兴趣 凡人在战斗中 能发挥的作用 本就微小 注重修行者的作用 有何错 裴满西楼摇头 你知道魏渊为何能打赢山海关战役吗 他一代军神的威名是如何来的 只有魏渊能把普通士族用出神来之笔 他是真正的领军之人 剔除掉修行者 只用普通士族的话 给魏渊五十万大军 他能横扫九州 我研究过当年那一战 各方兵力投入超过百万 普通士族的数量 积累到了相当可怕的程度 当这股力量被完美的掌控 调度时 他将所向披靡 好厉害啊 但是我听不懂 黄仙儿嫣然说道 你说 我去勾引魏渊如何 只能搞定他 咱们这次才算是功德圆满 你不想活了 裴满西楼反问 黄仙儿咯咯娇笑媚态横生 他当然只是随口一说 能被选为使团领袖之一 他是极聪慧的女妖 次日 妖满使团进宫面圣 穿过五门 过金水桥 在金鸾殿中朝见皇帝 这一路上 黄仙儿丝毫没有面见 一国之君的自觉 淹世媚行勾搭着侍卫大臣 途中的一切男人 进了金鸾殿 两侧是滚滚诸弓 黄景帝高居龙椅 黄仙儿这才稍稍的收起媚态 依旧是嗲声嗲气的 拜见皇帝 而后时 妖满两族向远景帝进贡 除了贡品之外 还有三名千娇百媚的 狐族女子 上品卢顶 外族朝贡时 贡品里有美人是正常现象 等老太监唱诵结束 远景帝满意的开口 听闻北方战事如火如荼 震意是心忧的狠 然 秋收将近 百姓忙于秋收 抽调不出兵力北上 震着汉礼院修传兵书 望能诸如等 地狱外敌 先表达一下朝廷的难处 秋收将近 不宜清齐战事 再送上兵书 彰显大凤 兵道强盛 多谢陛下 愿大凤和我神族 永结同约 友谊千古 陪满西楼贵福在地 恭恭敬敬敬 结束朝见 陪满西楼直至离开 也没有提过半句求援之事 倒是沉得住气 朝堂诸公有诧异 有冷笑 有戏谑 在他们看来 妖蛮是比武夫还要粗鄙的存在 在朝堂上迫不及待的要求朝廷发兵援助 才是正确打开方式 没想到这个陪满西楼 竟是个沉得住气的 但就算如此 他终究还是要开口的 在朝堂上展现一下城府 并无太大意义 出了宫 树童少年悬音 再也憋不住急忙问道 裴满大兄 你不是说大放兵法稀烂呢 不是要在他们最骄傲的领域 击败他们 赢得尊重吗 为何刚才不说 黄仙儿咯咯笑着 你显摇给那些人看有什么意思呢 便是显摇到天上去 他们也会视而不见 该怎么吃你 还是怎么吃你 他扭头看向陪满西楼 你打算 先拿谁开刀 裴满西楼淡淡说道 国子俊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